黑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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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尾轉黑妖 目前是會 好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那個 我目前轉到 轉成黑妖之後的一個 心得分享 首先呢 我奇岩地間 新的奇岩地間 原本 狂戰四樓是可以打的 現在轉成黑妖連三樓都頂不住了 然後那個拉動 拉動我 植物是 狂戰的情況下是可以頂一個小時半 變成黑妖大概50分鐘 然後烈焰地間的部分 烈焰地間我原本是可以掛5個小時 再列一 轉成黑妖之後 變成只能一個小時20分而已 以上都不是被玩家打死的 所以坦度的問題是差很多 但是 我還有再去看了一下打怪的數量 其實打怪的數量是差不多的 甚至是小一一點點 而且這個很奇妙 因為我沒有學到這個 我沒有學到暗影之雅 所以說 目前來講的話 你轉成黑妖 我的輸出是變高一點點 但坦度下降爆多的 那這個也是因為 這招暗影閃避命運 我們實測之後 他不是反平 這個是比較可惜一點點 所以你如果要轉黑妖的話 這三招紅技吧 影之防禦是可以用70萬名譽 100萬名譽幣 所以說就這兩招吧 你如果名譽幣夠的話 這兩招 不夠的話就是這三招 然後為什麼 我會跟大家講說 如果我有900藍鑽 我還是不會轉回去狂戰的原因 首先呢 下一次的黑妖的改動啊 他是將這個暗影閃避命運的 近距離迴避率再增加 增加多少還不知道 因為韓版沒什麼玩家玩這個黑妖 再來就是黑妖這個職業 他本身的硬度有提高 就是面對怪物的時候 他的本身的總坦度有提高 就是直接改職業啦 所以說 下一次的更動有這個 我就蠻期待的 我們還可以再測試一次 到底我會變強多少 因為他下一次的改動 兩個都是坦度的東西 接著我們再講一下未來的東西 韓服大改版綠洲啊 他是有預告說是有職業的更動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他是改怎樣的 11月17號或16號的時候 才會知道 所以說有可能 黑妖在那一波又可以得到增強 也說不定 以上就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如果我有藍賺 我不會轉回去狂戰的原因 那總結來講 我不建議大家轉黑妖 因為現在這一版的黑妖還是偏弱 當然我只有一紅而已 所以說 你今天如果是想要觀望看看 或者是好玩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的一個心得這樣子 我會想要觀察他的氣 我會想要觀察他的感情 我會想要觀察他 是不是也會想要觀察 今天我們會想要觀察他